欢迎回到管理下的新闻 瑞芳区甘平里市民活动中心 因为建物老旧 厕所的天花板钢筋外露 加上水箱会漏水 不少人上厕所还会被水喷到 市员林一齐就利用一元款协助整修 现在整体的设施和环境都焕然一新 里长也说民众终于是赶上厕所了 这是三个月前 甘平里市民活动中心厕所的画面 天花板的青钢架 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塌险多时 连钢筋都裸露出来 而且就位在马桶镇上方 经过整修之后相比真的差很大 原本民众几乎不敢使用的公厕 现在终于可以好好使用了 民众都会在这边办婚宴婚丧起庆 在这边举办 然后还有里长的部分 在里内的资源回收黄金支收 也做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我们的活动中心 使用率非常的高 但是公厕的部分 还有一些环境的部分 都年久失修 那在去年的时候 我也提拨了经费 在于针对于天花板 还有一些风扇的改善跟加强 业人离起表示 不管是婚丧喜庆 或是地方活动 还有黄金支收站 都是在活动中心进行 但厕所环境太糟糕 导致民众都不敢踏进去使用 这次协助地方进行修缮 希望让民众使用起来更安全 如厕环境也能更好 首先呢 先感谢我们的议员 然后再对我们里内的支持 然后看到他来这里 看到我们的厕所 然后有摊方的现象 还有一些老人家 要上厕所没有把守 然后蹲室的也不方便 然后拨了一笔钱 然后给我们修缮这样子 现在如今已经修缮完成 大家也都非常的高兴 然后让我们有更好的如厕空间 那今年度 因为厕所的部分 都是一些比较老式旧式的 而且磁砖剥落 天花板也都坍塌了 那今年一样 议员服务处也是 特别因为地方的需要 所以我也提拨了经费 那目前整个厕所的部分 已经修缮完成 那我们也将 蹲室的部分改成做室的 那以方便我们这些长者 来做一工之工 回收的时候 或者是参与活动的时候 有更方便的如厕空间 甘平里长表示 活动中心至少有20年的历史 公厕老旧早已经不服使用 这次感谢远离一起 了解到地方上的需求 协助经费修缮公厕 包括天花板更新 马桶改做事 还加装扶手 都有助于长者如厕 更安全方便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